回老家最偷疼的就是去洗澡堂洗澡 水还烫得跟烫开水珠一样 真的很不适应 萨巴阿迪,我是老窝芳芳 我现在已经回老家了 回老家真的很冷 都不敢出去外面 只能在屋里待着 因为家里安的是太阳冷 所以没有热水 只能去洗澡堂洗澡 我去洗澡堂 洗澡一般洗的是木桶浴 因为木桶浴是一间一间的 所以那里很方便 但是水特别烫 而且还没有冷水 我是先把水放到木桶上 然后要凉一会儿才能洗 水烫得跟要烫开死珠一样 我想只要是老窝人 都不会适应这种情况 昨天可能是要过春节了 所以洗木桶浴的那里 人特别多 排队排得特别长 我们去的也晚了 所以就排不上 所以我老公带我去 大一点的洗澡堂 我老公说 那里比原来的好 也是一间一间的 互相都看不到 什么设备那些都很好 所以我就跟着他去了 到了之后啊 天哪 我一看 吓我一跳 真的真的很是不适应 一群人 老人 小孩都在一起洗澡 一个给一个人搓澡 妈呀 我真的是看都看不下去 还说什么设备好了 一间一间都互看不到了 连厕所的门都没有 什么设备齐全呢 什么都没有 只有沐浴露和洗发水 那也没办法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洗了 三下两下就洗完 就跑出来了 我会将就洗一下 是因为我看那里人不太多 就几个 然后就赶紧洗了 洗完之后啊 要吹头发 我出去一看 妈呀 还要投钱 还要投硬币 才有电 吹头发 我说天哪 吹个头发还得投币 人家来洗澡 谁要带硬币过来啊 然后就跟服务员呢 去扫了一个硬币 投进去之后 头发有电了 然后吹着吹着 头发还没吹干呢 电又没有了 然后我就哎呀 太生气了 就回来了 我老公呢 在外面等我 他已经洗完了 我跟他说 妈呀 啥都没有 然后我老公说 什么什么都没有啊 他们那里什么都有 吹头发也不要钱 然后还有什么杯子 还有刷牙的浴巾 说什么都有设备齐全 所以他才带我去那边的 我说我们 可是我们那里什么都没有啊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老公说可能是男女区别对待吧 真的是越说越生气 我天哪 我下次真的真的不再去了 真的太受不了了 不太适应 很是不适应 我跟我老公说 如果我下次再去的话 我就带一条裙子去 因为老我都是穿着裙子洗澡的 我老公说 你不穿裙子还好 人家都不会觉得奇怪 不正常 如果你穿着裙子去 人家反而会看你 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这样呢 哎 我说那算了吧 等我下次不再去了 要去的话 就去洗那个木桶浴好了 那个又方便 而且只有我自己 是不是 好啦 我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拜拜